各位五安 歡迎大家今天參加這個由香港市國衛術中心主辦的講座 開講 離心藝靈 王重語數碼 水蜜 繪畫 及道畫 為配合現正在市國衛術中心舉行的同名講座而設 展期到12月6日 大家記得參觀 今天這個是康文廚娛樂頻道的互動家裡一系列的節目 透過即時的互動 我們希望可以在今天的節目內容有更多的交流 在開始之前 先請網上的觀眾 開啟你們的無線網絡 或者確保自己有充足 而且穩定的流動數據 今天這個節目大概會長一個小時 在大概長45分鐘的第一次之後 會有5分鐘的中場休息 並在中場休息過後有問答環節 而來有一些提問 網上的觀眾可以留言發問 運用前輿科技去進行藝術創作 相信已經是一件很普遍的事 不少往上專注於傳統媒介藝術家 亦成科技帶來的便利 樂於運用數碼媒體取代紙筆繼續創作 例如運用電腦軟件小畫家 去進行把握創作的陳月琛先生 又或者是運用平板電腦配畫軟件 去刮風景畫液文明 而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港者黃松瑜 側近進一步 開發出一套設合自己所專注的媒介 的電數碼軟件 黃松瑜1977年出於香港 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計算機科學碩士之後 獲英國文化協會獎學金 赴倫敦藝術學院 完成數碼碩士課程 他的作品先後在海外多地展出 古畫同數碼作品多年來獲 香港藝術館N Plus 湖北美術館 香港大學美術館27日收藏 黃松瑜從事水墨創作20年 一直以來以當代語言 演繹古典文化之道 他將過去十幾年 他在水墨創作中集得對筆密的理解 加上他在數碼媒體創作中累積的知識 編回成一套水墨繪畫軟件 離心一脈並公開發佈 在這次講座中 松瑜將會分享他從當代水墨創作 到數碼科技應用的過程 並介紹離心一脈所混藏的無難可能 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松瑜了 各位觀眾 現場的觀眾 和Facebook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黃松瑜 很高興見到大家 其實我是第二次坐在這個演講廳 我記得第一次 應該是2008年春天 十二年 十三年前 想不到再有機會坐在這個演講廳 十幾年很多事情都不同了 包括推出了這個水墨繪畫軟件 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會坐在這個演講廳 再分享一下自己的創作 今天這個演講大概也不太長了 一小時 我打算分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我會介紹一下自己的過去 尤其是在一些藝術創作的發展 第二階段 會集中講一講今天的主角 講一講水墨繪畫軟件離心一脈 簡介一下他的特性 和簡單講一講裡面的操作 事不宜遲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剛才多謝阿楓介紹 也有提及過我在在學的時候 一開始我是讀計算機科學出身的 就是Computer Science 在香港中文大學讀的 Computer Science是一個怎樣的科目呢 它是一個學電腦編程的科目 即是四科目 坦白說都很悶 自己讀也沒什麼心機 覺得很辛苦 每天對著電腦的曲 中大有一件好事 學術氣氛是比較自由 即是你可以去很多其他不同的學系 去選修一些其他的課程 通識那些發展也很好 中大有藝術系的 我其實有很多年的時間 就在中大藝術系成名館那裡度過 我九六年就入中大讀Computer Science 我記得我是九七年上學期 九七年秋天就開始去藝術系 選修一些課程 即是當作是一個透氣的空間 不用經常對著那些程式那麼悶 那日子很愉快 在成年館那裡 九七年第一項目 我去讀的是素描 是張義老師教的 我還很記得他 之後每個學期都一直在那裡 選一科去讀 其實我最初是喜歡西畫那邊的 尤其是水彩 我很喜歡水彩 設計也選擇過來讀 後來 其實除了水彩西畫那方面之外 我自己也喜歡中國每界的 我也很喜歡山水畫 因為我喜歡看風景 還有中學的時候 會喜歡一些武俠小說 就是很仰慕那些山林 煙雲武器那種的境界 也很想自己試試學畫 那麼剛好中大的時候 也有這類課程 所以之後也開始去涉足 這一類的國寡那邊的創作 最後就是我應該在哪一年 好像大概是2000年 好像2001年 我開始跟黃毛邪老師 學現代水墨 還沒跟他之前 也開始學一些國話基礎 山水等 很有興趣 自己經常花時間去練 一直到黃毛邪老師 跟他學很多現代水墨的技術 興趣也很大 他教了很多實驗性的 顛覆傳統的創作方法 今時今日我也有繼續 用他教的方法去畫畫 現在這兩張就是我最早期的水墨創作 左邊那張許事情 是最早的一張完整 完成的水墨畫 其實是我水墨畫 整個作品列表裡的第一張作品 我還記得那時候 黃毛邪老師堂時候的功課 由張晨山三 其實也是很早期的作品 這兩張我都很喜歡 一直都繼續去做繪畫的創作 因為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藝術形式 這幾張是近期的 2013年 那個技術或者追求的東西 都會有些轉變的 我的畫就比較喜歡走一些奇幻的路線 因為我覺得山水畫本身是很有條件去做一些想像的元素 因為古人畫山水畫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憑記憶去創作的 由山盤水完之後 回到自己的書齋 憑記憶去畫那個場景 未必一定是百分百很真實的 我覺得其實山水畫有很多空間 讓我們去加一些想像性的元素進去 所以一直畫的日子 北下的山水畫都是走一種奇幻 很想像的做法 除了在字本上畫 我也很喜歡在券上畫畫 現在最下面那張幻景圖13 以及整個幻景圖系列 全部都是在券上畫 我覺得在券上很能夠做到一種 很朦朦朦朦朦的一種 這就像刺目迷離一樣的境界 所以我也是一個很喜歡用的媒介 畫一直都在券上畫 但其實同步 我也開始會去嘗試做一些數碼媒體創作 這也是國間對我可能 對我興趣最大的一個部分創作 因為很多人會 他們如果去找我去做 邀請我和蟲兒 你不如幫忙做一些展覽 通常叫我 都是叫我給一些數碼媒體的作品出來 也很多人會問我 一定會問 你為何會開始去做這些數碼藝術的創作呢 整件事的契機 我記得都是在大概2002、2003年 那時候發生的 哪件事先哪件事後 我已經不記得了 因為當時我還是黃毛邪老師的學生 也很受他的影響 他很提倡一個概念 就是喜歡他一個根據 就是一加一大於二 就是我們可以把不同媒介的東西 結合去產生一個更大的力量 他知道我的背景是讀電腦出身 他又很喜歡畫水墨畫 你不如試試這樣 就是電腦加水墨畫 那時候我聽完 聽一下就算了 當時在我的心目中 兩件事是不相差的 好像水和油混合 藝術怎會跟電腦混合 國畫就是國畫 生水就是生水 另外2003年 我記得當時 那時候灣仔亞 香港藝術中心 他們就開始宣傳推廣一些 新媒體這個範疇的藝術 那一年他就聘請了兩個 新媒體藝術家來香港 做一些講座 第一位是德國的媒體藝術家 烏冠文 那次我機緣巧合去聽 他就介紹他的作品 那件作品還有一個名字 叫《Bubble》 作品是有一些 有一個投影機 投影一些波波 即是吹出來的瓣瓣 就會從天空飄下來 你可以站在投影機 和螢幕之間 你可以用你的影 因為投影機在你身後 你會有一個黑色的影 頭腦上去螢幕 你可以用你的影 去影響那個瓣瓣 托起它 或者瓣瓣碰到你的影 它會彈開 那時候我聽到這個講座 我非常詫異 因為我有兩個詫異 第一個就是 我想不到 原來這樣做一件作品 是可以被視為藝術品 即是可以放在展廳展出 這是我當時沒有的概念 我以為是藝術 畫畫、雕塑、合裝置 這些就是藝術 原來這樣一個電子媒介的作品 都可以被視為藝術品 這是第一 第二個令我驚訝 就是我完全知道 Wolf Garnmouch這件作品 是怎樣做出來的 我完全可以想到 背後的技術是怎樣做的 我想 不如我自己試做一些類似的事情 剛好那一年 2003年 除了沙士之外 另外一件就是藝術館 他們搞過雙年展 剛好招募作品 我那時也教書 沙士沒有工作 就是停學 不像現在 有網上教授的 停學 沒有工作 就做作品 做了第一件作品 數碼媒體的作品 這件作品叫做伊丁元 也很幸運 入選了2003年的雙年展 正式在藝壇曝光 這件作品 我到現在都很喜歡 我覺得這件作品很好 還有很少跟別人說 這件作品的靈感是怎樣來的 就是來自我讀書 是在文化學習讀書的時候的功課 那件功課叫做 Game of Life 它其實是一個模擬 一個模擬 它是模擬的 就是寫一個program 裡面有很多生物 所謂的生物很簡單 可能用一個點 代表一個生物 你的畫面有很多這些光點 如果這些光點走得太近 可能因為太多生物在那裡了 聚在一起 生存條件就不足夠 有些生物就會膚死 太少也不行 它就是根據這個邏輯 讓這個Game of Life 一直運作下去 就會看到這些點點 在畫面上 有時候聚在一起 有時候又疏一點 一直衍生下去 我很記得這件功課 因為這件功課 是這麼多件沉悶的功課 最不沉悶的一件 我一直都很有人像 到我自己去做一件作品的時候 我就想起這個功課 就想說 不如做一個視覺化的Game of Life 做了這個伊典圈 我都會視它為一個 simulation 在這個計劃裡面 就有很多人 可以在一個虛擬的大地那裡走 看到面會獻生下一代 下一代 下一代長大了 又會再生下一代 一路繁衍下去 日子內的人 老了 又會死亡 又會走到外面 你見過會被一些壽字架 那些是一些小去的人 這個社群 就一直一代一代 牽涉下去 這個 simulation 就可以一直持續 這個算是第一件的作品 數碼加水墨的作品 到了第二次的雙年戰 就是2005年 就做到出來 那麼這件作品 就叫做《細泰圖》 那是除了我自己做的第一件 數碼水墨的作品之外 我相信 至少在香港 都應該 這件作品 這類型的作品 都應該是 那個時候最先出現的了 因為那個同時期 我都沒有見 其他類型這樣的作品 海外也都很少見 它是有一張真畫的 你現在看到畫面 左手邊有一幅真畫 畫後面有一個投影機 會投影一個城市 就是兩座城 雙城 前面有一個圈軸 上面又畫了一些圖案 觀眾可以摸細畫 其實裡面有四個按鈕 你摸下去 就會影響到大畫 那兩個城市之間的關係 有時候兩個城市可能會打架 有時候兩個城市可能會有些聯繫 人口增長 那時候是做了一個探討 城市之間的關係 發展的一個作品 然後 再下去 我做了另一件作品 在2007年 叫做靈水 我選擇這件作品 我選擇這件作品 接下來 我選擇了另一件作品 我選擇這兩件 因為我想 這兩件作品 會是跟我們 待會說的水墨去畫 軟件關係很大 所以我抽了這幾件出來說 這件作品 是我第一次 寫一個電腦程式 去製造一些水墨渗驗的效果 有一條影片 或者我們可以先看一條影片 靈水的創造目的 是想以數碼媒體 和錄裝置為工具 拓展多大水墨的面貌 表現中國藝術 對天人合一的追求 和興臨的意外 作品以實時的程式分算 去表現水墨神法 樹語紛飛 魷魚汽水 以至至畫龍一等等 水墨畫的元素 這些動態演象 藉著頭影到一幅 水墨增跡的畫面中心 和真畫結合 並且來按住觀眾觸摸 牆圈的方式 產生變化 讓水和麥啼子 觀陰界 動人的渗驗效果 得以實時地為觀眾所體驗 在操作成片上 靈水的佈置 是包括一個展示區 和一個隱藏區 展示區擺放水為牆圈 觀眾並且可以 和作品進行互動 而隱藏區 是展示區後方的房間 擺放操作作品的所有東西 動態演象 是由房間內的投影機透出 透過長卷牆下的鏡面 反射到長卷背上 觀眾將手按在長卷上的時候 房間的兩部伺服機 分別會以縱向和橫向雙角度 立體偵測觀眾的手掌移動 電腦即時按照移動的結果 投影虛擬的水墨效果 到長卷的相應位置上 長卷在沒有觀眾觸摸的時候 會產生細雪、大雪、微雨、豪雨的動畫 並且自動在四種天氣狀態之間 隨機演變 當觀眾的手掌在卷上行過的時候 系統就會在焦、濃、重、淡、清 五種脈色裡面 隨機隔出一種 讓脈跡在手掌移動的地方混開 每一攤生脈跡都會產生一群羽 較深色的脈跡 讓它吸引到魚群 並且為它們的身體染色 當脈跡消散的時候 魚群得不到染色的情況下 會慢慢變成透明變成消失 另外,介入深色的脈跡 也有以後面畫面底層的脈跡 反覆活動長卷的時候 不同深色的脈跡會相互滲化 魚群的運動方式和數量也會不斷改變 文字與組合會出現不同的名音效果 而長卷上面的天氣也會在每一次活動之後 會產生轉移 令長卷的面貌產生多重變化 表現水的靈動性和中道藝術 重視自然和諧的精神 而長卷的靈動性和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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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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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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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你剛才看到畫面中 長卷上的水墨渗染效果 是呀,是呀,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是呀,是呀 是一種渾染的電腦程式效果 那時有這個想法 是想做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學界一直都有學者 會做這方面的研究 如何用一個電腦程式 可以盡量真實地 將一些水溶劑、硬料渾染的效果 模擬出來 當時看過一些論文 有些學者的論文 我覺得效果很好 然後試試做 第一次應用在這件作品上 而這個系統 亦是離心日脈的初型 是核心的測驗系統的初型 往後零碎之後 其實陸陸續續還有另外三件作品 都是直接或者間接用過這個系統 去開發的 另一件相關的作品 就叫做電影機 電影機的前身 就是一個叫千過春的水墨動畫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寫小說 這個動畫裡面的故事 就是我自己寫的 寫了一個故事 就是自己用畫的方法 或者是用一些影像 砌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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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 這個動畫做就做起了 不過後來也不太滿意 因為我覺得播映方式太簡單 太直接了 不是直接也很尋常 後來就轉了一個表現的方式 這個動畫就改了名字 叫千過夏 然後就做了一個裝置 裡面有一個摩打 會轉動 你現在看到右邊的轉盤 上面就有一個長紙帶 那個水墨動畫 就逐格逐格的印在紙帶上 它的捲盤會在這裡轉 就好像以前的電影播放機 就是轉了一個膠捲 它一邊轉 你可以一邊看到那個故事 就好像你看連環圖 就看到故事如何發展 當然它也有一個喇叭 會不會有一個旁白在那裡講故事 就是用這個方法去介紹那個故事 也挺特別的 也是這個沈染系統 一個另外一方面的一個形容 其實我本來也有一套片 介紹這個作品 不過時間關係 我想我就不播那套片了 因為如果你有興趣 你去我的網站 我裡面有所有的 是一些Digital Artwork 裡面也會有這些影片 反而我想花點時間 去講一講後面的水墨配畫元件 剛才一邊說 我這幾年間都一直有用那個 渗染系統 用到自己的作品裡 一邊去到 我記得就是2017年了 我便開始有一個想法 想說 將這個渗染系統 組裝它 變成一個 是人都可以用到的 一個軟件 一個應用的程式 變成就不只是我用 其他人都可以用 那為什麼有這個想法呢? 也有很多人會問的 其實都有幾個原因的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推動數碼水墨這件事 現時其實水墨圈 水墨藝術圈 也不是很多藝術家 會從事電腦媒體和水墨 創作混合的一個創作方式 不知道是不是可能 門檻高 或者可能還是不太為大眾所注意 我就想一個最有效 最有力量的一個推動方法 不如提供一個這樣的 一個免費元件 讓所有人 你只要有電腦在面前 就算你目指不明顯 你也可以接觸到水墨的文化 你也可以把你的水墨的創作 數碼化 令到它更容易 和很多設計的工藝 或者就算是一些藝術創作 後續的一些製作 都可以銜接到 容易掛勾 變成推動這件事 會有一定的幫助 這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自己創作了這麼多年 其實很多不同的形式 自己都試過 即寫一個計劃 做一個隨機的動畫 或者是做一個互動的裝置 或者是做一個立體的山水 又試過 甚至你看到電影機 用到電影機 用了一些感應器的方法 擺放進去創作 又試過 很多都試過了 我想自己在藝術發展上面 都轉一個大彎 嘗試一些很不同的東西 就是這樣 就是想做一個軟件出來 是一個應用性的一個項目 其他人也可以下載 用到去做自己的創作 這個離心音脈 即POM這個軟件 有一個介紹片 我們看看這個介紹片 可以很快知道 這個軟件的幾個特色 就是這樣 這個軟件是我去年夏天的時候發佈的 那時是1.0版本 今年就出到1.1 這個就是現在最新版本的介面 它也是一個全屏幕的介面 和一般市場上流行的 應用軟件的介面是一樣的 它的最大特色就是 在處理水墨渗驗上 它可以做到一種實時性 即是你落水、落墨 它是即時有一個渗驗 和有一個蒸發的過程 變成你一路畫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有一種正在處理水溶劑 顏料的一個體驗 你一路落一些深的墨 你會看到它在淺墨上 會一路滲化開去 手腳要快 如果它太慢了 它會乾乾 你畫墨下去 它滲出來的效果又會不同 即是即時落一個濃墨 上去一個淡水性的顏料上 它會化得很厲害 過了15秒 過了1分鐘或2分鐘 它滲化又會不同了 只要因為底層乾了 軟件會提供兩種紫質 一個是雲籠子 一個是酸子 分別是酸子的滲驗性很高 雲籠子是紫質纖維強 所以滲驗會有很多起屍的效果 那麼紫質纖維可以有不同的強度 即是你想它很鮮明的 很清晰的 又可以 或者你想清晰了 不要紫質纖維也可以 有三種不同的層次 你可以去調校 另外紫質都可以有三種不同的顏色 在電腦操作很多時候是用白色做底 但是其實我們畫水墨畫 其實那張紫不是白色的 反而是中間的一種米黃色 另外也提供了一種暗黃色的字質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在一些很舊的古畫 其實那張紫都已經氧化了 變成這一類的顏色 所以如果要做一些古畫效果 可以選擇一種暗黃色去做 那三種不同顏色的紫 出來的效果都會有些不同的 除了模擬的水溶性效果之外 那個毛筆的模擬也是很重要的 兩者都要兼備 於是乎也要花時間去設計那支毛筆 盡可能將狼毛筆的彈性 可以表現出來 中風、執風都要做到 例如是畫山水、畫山石的筍 一些基本的筍刷都可以做到 另外轉風、筆風轉 在軟件上都有方法可以模擬到 可以做到三種不同的筆風處理 中風、稍稍打斜的一個側風 第三個就是筆打到很斜的一個大的側風 如果墨和筆的配合是好呢 我意思是墨色調得好 筆的配合好呢 其實都可以用來寫書法 軟件其實都有一些資訊 有時如果你想知道 那個筆或滑鼠如何操作 出到那種效果 上面有一個幫助 可以看得到 軟件除了筆 也要有其他工具配合的 它也有一個擦膠 畫錯的東西可以擦的 有一個噴槍、噴嘴 有時你的顏料乾了 你可以噴濕它 令到那個墨可以重新滲出來 反過來 有噴槍有風筒 因為我自己畫畫 我自己要用這些工具 我發覺是要有的 有一個風筒的好處就是 就是 將那個滲染停止 令到它不會繼續滲出界 另外 拆膠、噴槍、噴槍 拆膠、噴壺的風筒 可以設定強度 也可以弱一點 你可以做到一些很細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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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結也有另外一個功能 可以處理影像 你放一張照片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好像水墨效果 有一個很細緻的濕染 剛才的千國春 就是用這類方法做 有這個功能的好處 其中一個就是 可以幫你畫畫 有時候你不用由頭到尾自己畫完 你要那座山 你找一張山的畫 山的照片 把它轉成這樣效果的水墨 然後再延伸它 然後再畫下去 這樣就可以很快地做起了一張畫 有時候對於初學的人來說 你有幫助 另外一個語經 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給我們做一個高解像度的輸出 你畫完一張畫 你可以是output的 即是輸出成為一個 可以有打印質素的一個圖像 現在上面展出的那四張畫 其實都是用這個方法 是高清的輸出 打印在孫子上面的 這張就是我用這個軟件畫的第一張畫 就是大張的來度計算 第一張 解像度有300dpi 顏色模型是CMYK的 Tiff的格式 都適合打印用 除了打印在紙 其實也可以打印在其他物料上 因為圖像夠清就OK了 你用不同的工序或機器 其實同樣可以把圖像 印在其他物料上 變成軟件的應用範圍 可以更廣 不只是做電腦繪畫 現在的軟件 最新版本是1.1.3 這個版本也可以支援電子畫板 即是壓力畫板 有些畫電軌的朋友 可能習慣用電子畫板 也挺方便的 後面有幾張短片 再簡介一下這個軟件 它的系統和其他圖像軟件的差別 是在於什麼呢 一般的圖像軟件是很直接的 就是把畫筆裡面的顏色值 抄寫到畫筆上面 而離心一脈就是在你的畫筆和毛筆中間 多了一個渗驗層 你的毛筆的顏色 先下了這個渗驗層 它會四方八面做一些渗驗計算之後 顏色才抄到畫筆上 所以就可以有一個實時滲開的效果 這個剛才說了 渗驗是實時的 即時進行的 另外這個軟件 我推出的最原初目的就是 想讓這件事普及化 所以在設計上 我首先考慮的是 怎樣可以用一般的輸入工具 即是滑鼠和鍵盤 就可以操縱到木筆 壓力畫板也是次要的 這個軟件其實 就算沒有壓力畫板 只是靠滑鼠鍵盤 可以的 你也可以操作到木筆 當然會比較麻煩 因為木筆的變化這麼多 即是中鋒、側鋒、大力壓、快速提起 你要靠這兩樣工具去做 它需要多一點技術 或者有時候可能要一些熱鍵配合 但原則上是做到 現在最新的版本 都可以用壓力畫板 所以用畫板做會更方便 在用筆上 剛才說過 需要有三種用筆的方法 最簡單 最直接的中鋒 就是按畫書左鍵 按畫書右鍵 就是側鋒 這個側鋒 是指一個細幅度的側鋒 稍為斜斜的紙筆 如果你想紙筆打得很斜 這個做法就是 你在不畫畫的情況下 你按鍵盤上的X的按鈕 那個英文字X的按鈕 它便會選擇 由中鋒轉到大側鋒 再按X便會由大側鋒轉到中鋒 這是其中一個熱鍵 轉到大側鋒之後 你可以做一些乾刷 或者大濕炎的效果 軟件我覺得 關鍵是在於調適 你只要那個顏料 濃淡乾濕調適 你是可以畫到你要的東西 這個我都越來越有信心 因為自己身體力行 做了幾件大畫之後 我越來越覺得是可以做得到的 怎樣調適呢 軟件裡面有三個位置 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顏色的水量 即是現在一個偏好 一個操控乾 那個乾就是在顏色盤上面 其實那個就是調教什麼呢 就是調教你究竟要加多少顏色 不是 加多少水 去稀釋一個顏料 三個就是選擇顏色 OK 但是你想像到 譬如我舉例我要紅色 你擠一坨水彩 進調適盤 其實你同時都會加水 你加少許水進這個紅色 和加很多水進這個紅色 那個紅色是不同的 如果你加少水 那個紅色是很稀的 反過來是很稀的 兩種的紅色出來的效果已經很不同 所以加水量是其中一個關鍵 第二就是那支筆裡面藏的顏料 你的筆裡面裝很多顏料 和裝很少顏料 你畫出來的線條效果是不同的 如果很少顏料 線條是斷斷斷斷的 通常你刷一些沙筆就會這樣 反過來你的筆是飽滿的 裝很多顏料 你的線就會順很多 譬如你寫書法 就會用那種方式 就是那支筆裝滿顏料 第三當然就是顏色值 不過要留意 顏色越接近白色 就是越接近左上角 顏色就會越透明 因為水紅色顏料 沒有真的白色 所謂白就是很多水 很透明的 就叫做白色 所以淺色的區域 通常就是透明度高的 顏色 另外第四 也可以說說 就是那支畫筆有一個設定 有一個設定 就是那個顏料 筆裡面的顏料 是會消耗的 即是你筆一直在畫 寫 慢慢的顏色會消耗 那你要自己 即是將那支 你的畫筆由手邊 有一個設定 你要將那支光推高 就相當於我畫畫 會重新染一些顏料 下一個畫筆 令你可以繼續去寫畫 那為什麼有這個設定 因為我 即是中國畫 其實一路畫畫的時候 你那支筆的光濕度有改變 你畫出來的線條會變 其實這樣是一件好事 變成你畫的畫面 各樣的效果 可以有很多變化 如果我的支筆 由始至終的光濕度都不變 其實你畫出來的線條 一直都是那個效果 反而未必一定是這麼靈活 所以為了模擬這件事 會有這樣的設定 當然除了靠推高的光 你也可以按一些熱鍵 這個快速鍵就是 鍵盤上一至九個數字 譬如你按九字 顏料自動會轉換到 你有一支筆九成 你按五就只剩下五成 按一的顏料就剩下一成 可以用這個方法 比較快去轉換 又或者 但是有些人覺得很煩 你如果不想 你就按一按鎖 鎖起它 顏料就會一直固定 那個量就會變 這個其實都是複述我剛才所說的 顏料是由三樣東西造成的 顏料水量、光濕度和顏色值 三樣東西合得好 我就可以畫到我想要的東西 這個我剛才說過 在影片裡 我們軟件可以處理到圖像 輸入一個圖像 可以令到圖像有一個滲染的效果出來 變成方便一些初學的人去建立作品內容 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做一些抽象的肌理效果 有時候我想 譬如這裡有一些像沙石感覺的東西 我未必就是要用指筆去畫 反而我可以拿一些質感的圖像 加進去做一些半抽象的肌理效果 高解像度輸出 剛才說過 可以做到300dpi CMYK4式的效果 不過機器的支援沒有PC那麼好 坦白說 因為我的發展都是用PC的平台去做的 如果Mac機 它輸出的像素點數目是足夠的 即是跟PC機一樣 都是輸出這麼多像素點給你的 不過Mac的版本輸出的解像度是72dpi 但顏色模特兒是RGB 而不是CMYK 所以如果要用Mac機的朋友 你要做多一步 就是它輸出了給你的Tiff image 你可能要用其他軟件 例如Voloshop 在裡面轉一轉 這個resolution的數值 以及顏色模型的值 這個我剛才看了 就是一些高清輸出之後 打印出來的效果 這個就是在上面展覽的其中一件作品 也是用這個方法做的 我準備的PowerPoint就介紹到這裡了 接下來我們有五分鐘的中場休息 休息過後 從而會開了一個軟件 大家可以就軟件裡面的操作 又或者關於它以前的作品 或是之前的有何操作 去提問的 那麼我們五分鐘之後就完成 是 那麼我們現在的Q&A session就開始了 如果有問題 有朋友可以舉一舉手 我們就會有同事 有什麼問題 請問 請問 除了在電腦可以安裝 這個軟件 可以下載下來就可以了嗎 是的 就這樣下載下來 那要什麼 如果很久的 例如Window 7那些 可以安裝到嗎 我覺得Window 7 應該不是問題的 不過 我覺得如果你的底板 去到Intel i-5 你的RAM 起碼有4GB RAM 我覺得它應該可以運作 那我去安裝一些東西 還是去換電腦 不如你試一次 你試一次 你看看 你可以開一些細小的畫紙 例如你開一張幾百像素 成幾百像素的畫紙 那你試一下它會不會很慢 如果不慢的話 那如果我安裝到 Photoshop那些 那些 Adobe那些 就可以安裝到這個 這個軟件嗎 其實它沒有什麼特定的要求 因為基本上你下載到 你 double click那個執行檔 它可以開到 運作到就可以 它沒有什麼特別 要你的電腦 要預先安裝 還是什麼 因為要的東西 它已經在那個package裡面有了 是的 還有iPad呢 iPad能夠安裝到嗎 平板呢 暫時支援不了 現在暫時是電腦才能做到 是的 手機也做不到 手機也做不到 好 謝謝 那現場朋友還有其他問題呢 我想問你剛才說 可以編出來的 是的 那你孫子可以是打印機編出來的 其實要找一些人察共事做的 他有沒有這個 如果你要用家裡打印機 去印孫子 我都有一個方法 家裡那個 拋了很久了 因為那些採物太貴了 哦 那些採物太貴了 哦 這樣就變了要 即是被人拍攝不是很貴的 也不是很貴的 但其實香港我想沒有印刷公司做到 做到這個印孫子功能 應該沒有印刷公司 那在哪裡印出來的 是的 在內地的公司就有了 因為香港 網上搜尋到的了 在哪一家 是的 是的 香港沒有什麼這個市場 沒有什麼人會上印孫子 所以沒有公司做 是的 那麼遠點印出來的 是的 我想要一些特別的基礎 那要不要要厚一點的孫子才有呢 一般他們是用熟孫的 生孫又不行的 要熟孫的 一會兒不要化得太厲害 好 謝謝 你好 你好 其實剛才這位朋友問了一些紙 其實香港也有個地方 不是印孫子 不過是印一些米紙 我印了一些照片 效果都可以 但我沒有試過這類的畫 好 好 在灣仔 米紙 米紙 其實它有很多種 其實我今天想問你 就是現在最新的版本 是可以入到一張照片的嗎 一直都可以 即是入印孫 試入一張照片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因為我沒有試過1.0的時候 1.0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現在1.1.3 是的 即是最新的一個 是否用回我現在的版本 就可以升級它 其實它沒有特別的一個更新的過程 就是你去到網站 就下載最新版本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好的 我試一下 謝謝 如果現場沒有其他問題 就給我問一條問題 其實剛剛看到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 其實整個軟件 就是剛剛 阿崇瑜都提到 其實跟一般的 它的軟件不同 就是它即時診驗 還有其實它很多機械 都在模仿著 用不同的工具 用毛筆這個方式去想 即是行筆的緩幻 又或者是側風中風 又或者是水的診驗特性 甚至是那支筆 它會慢慢隨著運用的時候 慢慢小 其實從而可不可以 介意 你剛才在影片裡 其實看不到那個 那支筆 一直用的筆 其實很少 從而可不可以 現在開了這個軟件出來 可能做一做示範給大家 看一看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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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軟件 按一按 New Paper 這個按鈕 它會有一個項目 要設定畫紙 設定多大呢 就是在這裡選擇 它這個單位是像素 因為電腦畫面 是用像素計算尺寸的 你輸入的數目 同時 你會留意到 它下面的高規格 這格 會幫你計算 如果你做高清輸出的時候 它給到你的打印尺寸 可以去到多少 就是20cm 成現在是16.9cm 因為它的做法 就是會把畫面做到一個四倍的狂大 總之計算完 它會給到你的尺寸 就是這個尺寸 你可以選擇紙 雲龍紙 酸紙 兩隻 你的肌理想要強一點的 standard 還是不要要紙纖維 Humidity 是甚麼呢 它其實影響 它是環境濕度 它影響的就是 你的紙上的水分 蒸發的速度 那麼 standard 就是 standard 是快一點的 我不是 我想它濕黏的 好像你是春天畫畫那種 那種感覺 你就是Humidity 來調整 三種不同的紙 顏色 剛才都提過 沒有問題 你便按OK 這樣便會開到那張畫紙 這個畫紙 上面有一個小型的操控面板 其實跟外面一樣 不過有幾個比較常用的操作工具 你便放在這裡 你可以更方便 你可以按鍵盤 按按鈕 開關它 剛才阿楓問過 就是那個 畫畫的時候 那支筆裡面的顏料 會不會下降 其實也會 你一邊畫一邊畫一邊畫一邊 你留意一下 左邊的支筆 那支桿仔一直在沉著 越畫越乾 你看到那條線在變著 最初比較粗一點 慢慢越來越乾身 所以有時你畫一畫 你為何我沒有畫出來 你看一看 可能太少脈 你要加多一點 有這個機會 另一個情況 就是你的顏料太過濃 即水量太低 有時它太低 都會擠不到東西出來 尤其是你由濃得來 這裏有小顏料 那就有這個機會 所以要這三個 三樣東西配合 就是剛才說的這一點 這一點 和這一點 去畫到你需要的濃淡乾濕效果 另外有網上觀眾有一個問題 請問 可否用這個軟件製作成品 可否做一些商業的應用 有沒有拉伸的問題 其實沒有的 軟件推出是沒有任何特定的限制 所以都歡迎你可以應用到不同的範疇 我自己教學 都會教學生去嘗試把這個軟件 形容到不同的藝術或設計上 上面的展覽 你走到最入面 有個頭影 有兩套片 其實就是我去年一些學生做的作品 有一批學生就是用這個軟件去做一些拼貼的創作 將一些他拍到的照片 轉成一些水墨的效果 印在一些水墨畫質上 撕出來作為一個拼貼材料 拼成一個畫作 另一類的作品就是設計 他就是用這個軟件 畫了一些水墨效果的圖 再用其他的繪圖軟件 將這些圖合成成一個紙盒 一個茶盒的包裝盒 做了一個包裝 我也希望這個軟件 不僅是在電腦繪畫這個範疇用到的東西 可以形容到很多不同的領域 變成這個軟件的推出目標可以達成 就是盡可能將數碼水墨這東西推廣 所以都要靠開它的 請問一下 你有否一個分塗層的功能 是的 有很多人希望有這個功能 我覺得有是好的 不暫時是沒有 我想問一下 我看你的圓面畫的過程 能否出到那條影片的紀錄 即是在這裡做 即是做一個動畫的出動 是嗎? 是的 這個我也有想過 我認為是下一步很想做到的 因為如果軟件可以做到這件事 它可以更加容易跟多媒體那一邊的製作行接到 是一件好事 動作有很多種做法 最簡單的就是像一種鏡頭採取的方法 就是我用了一個按鈕 我一直畫 它可能會記錄我的動作 然後出發出來 這是最容易做到的 其實也會想做的 如果之後會繼續有時間 另外 其實甚至再進一步 那個動作出發出來 我甚至也想過 是想可以用家 自己控制那一支畫筆的動作 我意思是 可能它軟件提供一些簡單的編程技術 你自己設計 你自己寫一個程序 一個程式 可以控制一個虛擬的畫筆 在畫紙上的動作 變成連畫的過程 都是自動化的 然後就去出發出來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四套動畫 即是在大房裡的四套動畫 它本質上是用這個方法做的 這個軟件還未能直接出發 我的做法就是 我自己在軟件背後的程序 在每一套動畫中 加一些功夫 加一些手腳 加一些曲 直接要求的軟件 是出現這個效果 其實每一套動畫中 有十幾支畫筆 有十幾支 有些筆是大筆 有些細筆 有些是乾筆 有些是濕的筆 它們隨機地在畫面上移動 然後它一邊移動 軟件就會持續出發出來 去組織到動畫 不過是講的容易 做可能也有很多功夫 因為其實最困難的是什麼呢 你要說我在這個程序 加幾句曲 做這個效果就不困難 最困難就是 令到這個功能 可以用一個 我們稱為 user friendly 就是用一個大家都很容易用到的界面 透過一個簡易界面 你可以操控到這件事 那裡是要做多很多功夫 不過方向也想朝著這些方向做 如果我是完全不懂水脈 如果我直接用這個軟件 去學水脈 那我接著又會重新來 重新來這個 基本上 我想有些概念會相近的 例如是你怎樣處理顏料 脈、顏料、濃淡乾濕 我相信應該是接近的 因為軟件裡面去處理顏料的概念 其實也是跟回現實的概念 即是你擠了一個顏料 你也是要加水氣息 你的支筆 取得顏料量是多少 影響你那條線的乾濕 連續性 這也是現實畫畫 你要遇到的情況 所以我相信 也不會說 爭太遠 但是當然 你說拿起毛筆的那種筆感 始終都跟你拿畫書 會不同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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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現在最新的版本 可以用到 繪圖畫版 譬如 Wacom 那些 就肯定是可以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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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相信大家今天都會了解 更加了解 松茹的創作 和 松茹營發出來的軟件 離心一物 很感謝松茹 今天和我們分享 她的軟件 也很感謝各位支持 如果還未參加展覽的觀眾 記得把握機會 去我們上面五樓 去欣賞 松茹運用離心一物 這個軟件去創作的 動畫 展期到12月6日 開放時間和展覽詳情 都可以參與我們的網頁 和Facebook專頁 同樣是 康文署的 娛樂頻道節目 在接下來的12月18日 同樣是 香港時光衛術中心 我們請一通衛術家 彭漢己去分享她的攝影創作 大家記得不要錯過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 更多互動家來的 入圍的精彩節目的話 可以登入我們 認光我上映的網址 可以送入QR Code 或者追蹤我們的娛樂頻道 香港時光衛術中心的網頁 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發展示範圍 發展示範圍 Facebook